但國慶 我們注意到 在今天陳銘文他解釋說 我這個箱子裡面的錢 是怎麼樣的 我提出來 我家裡還有監視器的影片 而我到了高鐵站是什麼 把它給遺忘掉 但你不覺得很奇怪 箱子裡面這部分 我們一直在意的 就在意這300萬是打哪來 但是他跟律師之間 還鬥不上關係說 這裡面有所沒所 連這個東西都沒辦法講清楚 看起來現在這個時候 怪的疑點可是越來越多 而且他越講 越露線越多 而且更重要是 他把監視器影片的照片給放出來 但我們怎麼知道說 那個照片拍的是什麼時間 裡面有沒有真的300萬在其中 我家也有裝監視器 我如果三個月出國一次的話 我們家監視器裡面有很多 我出國當天拿行李出去的影像 但是你怎麼知道是哪一天 他當天拿的 跟高鐵實貨的那一個 我們不知道 因為高鐵也沒有公佈 那天那腳 行李生活是生日晚晚 生日什麼樣 是不是一樣是腳 這我也不知道 我特別跟大家報告 今天我們要了解的 不是陳明文他這些錢的用途 陳委員的用途我都相信 我也不改我的立場 但是現在八仙要求你了解的是說 是怎麼300萬 你要搬起來到台北 是怎麼你會不放在你的椅子 被它顧住 要放到後面行李置物箱 是怎麼人家幫你聯絡 你沒有很高興 很感謝誰出面 又聽說有想起 是怎麼你老生可以在台北你去領 是怎麼高鐵也知道 這家事物裡面 大三百萬 裡面錢沒什麼陳明文的 為什麼台鐵高鐵會知道 這是陳委員的 是怎麼高鐵不必經過 正常遺失物的這種程序 對 遺失物的SOP公告程序 可以讓你兒子帶領回去 是怎麼你可以為了這樣 轉彈他兩天 現在你看看說他們兒子 不需要做 現在就教育他就可以說 你看 都是代理工 節目 美國禁 對 喝國禁 幽化 村長 韓濱這群人 錢錢錢收你 捕到他們兒子怎麼不可以做 沒辦法做 會有同情票 有 這樣子也可以拿到票 變成我們壞人 你看他說要把我們告 他都講說要告 取證要告這一些污衊的人 我們有污衊嗎 他身為公眾人物 我們提出質疑 你馬上跟大家解釋 讓大家示意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提告 所以陳委員 還是好好面對 因為經過思法 你還是要 我是說說 思法我們都不相信 思法他就可以撤 你沒聽說 他跟什麼跟我說 我都處理好事了 沒問題 來你就在世 他都可以這樣講 但是剛才 韓濱在說的謝畢仲的問題 我是倒覺得這個問題 是最不恰當的 身為法務部副部長 一個已經有人提告的訴訟案件 在檢察官都還沒有介入調查 當中 你可以說那個沒問題 他表達意見 底下的檢察官 他怎麼辦下去 長官都這樣講 我白目 我如果要跟他說不一樣 不知道安全嗎 不知道秋後上站嗎 他怎麼可以講呢 尤其他又主管這一塊 金融這一塊 所以說很明顯的 他已經違反了他 應該自己 站在這個位階的分寸 沒辦法 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蔡碧仲可以坐這個位置 當然陳明文先生 使得很大的力氣 如果沒有他推薦 他可能小英不會去想蔡碧仲 家裡關西的人都知道 蔡碧仲律師在嘉義的封平 厲害 只要政治人物涉及涉灘也好 涉案也好 匯選也好 幾乎什麼政治案件 都蔡碧仲 蔡律師在辦 只要找他 對 而且找他 會審訴 所以他對丹委員是很市長 我們說真的 一市長交給這種病院 真的使得無憾 不過他也要感謝丹委員 一個地方 那時候可以跳到去做副部長 還可以選管長 就直接去做管長 他還調去 你記得嗎 調去花蓮去代理縣長 這樣好嗎 好 管長選完之後 傅君祺贏太太動選了 他就職 他還回來法務部 劉蓋森 我們看著在陳明文 真的不愧為鷹派的掌門人 他現在審議兩天之後 跟律師今天講了一堆東西 但是重要的關鍵的話語方面 全部都把他忽略掉了 他就是一個很厲害的任務 他跟想 他今天是不是說 他兒子 真的 不愛賣了 對不對 對 他不是照理說你的錢 要費給人家 後來什麼 蓋貸什麼都開了對不對 對 現在還沒要做了 你打到菲律賓去嘛 都沒問 人家說沒有 所以現在說 他不愛了 不愛做 再來 他今天是怎麼 提到相片出來你知道嗎 你今天去內行 我們早上在節目中有說 你說這個高鐵上面 他如果在家裡沒有 每一站 沒有汗 乘車 還有東西幫他 他今天要看電影島 這家電影島那是 長得好 就不知道 還是今天還好 這不知道 所以要用隔壁的 隔壁裡面的隔壁 隔壁最重要對不對 對 如果有隔壁的滑台 滑台上頭如果有 其實我們不是在說他這樣 就是說 天下 白無心 白無支持 隔壁創業 其實是沒有錯 我們不會去懷疑 他怎麼聽他們隔壁都好 但是現在是說 你們統計是 是為了這三百萬落去 然後為了要 解除這件事 說你要讓你們隔壁去創業 我們有一句話 國務有一句話說 吃燒餅哪有不掉芝麻對不對 對 那掉芝麻 你就覺得沒什麼落就比較要緊 三百萬你覺得不要緊 你就知道他的身家財產有多少 我們一般人碰到五百塊 就找到你聽好嗎 他這個就是 三百萬經年不因為他 這就是說他的標示 但是說這樣標示 他的出列的錢都很大 出列的錢都很大 我們也沒有派他 這這樣有什麼人要照顧 要有什麼照顧 派一文 你就派一文 錢他放在那裡 包括民進黨的好朋友 大家也說 那當然你自己去想要說什麼 你不怪人會想 跟我現在說的 如果要跟你說 勾涉就留我議長的雙股 這樣不行 人也會這樣想 不然你沒有台北市 很多錢出門 既然幹出門 如果這樣為什麼 還沒有給你兒子去做 才可以為到說 這個事情 一個項目 你如果說 你兒子創造的事情 就算毀優去了 不可能 那是今天沒有進入調查 今天進入調查 你能知道 他們兒子裡面的銀行 考察的錢 反正比較多 對不對 他們兒子也有事叫導主委 也都有那間公司的 所以我認為說 問題不是在這裡的錢 是在你們這種對錢的態度 讓我們民間這些人看不下去 我們一般的百姓 還有說 這樣幾百萬這麼多賊 現在五百億 列進去當時 我們阿兵他們 他們家整個 不知道問餐廳 都整個現金 你沒看說 不是這樣 他在他們家在走路 說還會去給錢 他點到你看看 那在民間聽到 就有夠萬壇了 對 人家這樣用選票 回到他 新選的選票回到他有管理 他可以做理會 做總統 竟然他們這樣可以 睡著去讓新台票點到 腳可以讓新台票點到 你看看 這樣八成情侯益 對 對 對 你看看 像我們有在插政地的人 我們今天這樣就叫 担文名代替到 我認為說 這個事情 最好就是 担立委 親身出來 明確來說 你既然 你在你們家看出來 那要怎麼證明 像今天阿兵的說 叫蔡英文 你論文就拿出來就好了 就是跟國要做 很簡單 担文文 你就把你的銀行那種存著拿出來 存著拿出來 蔡英文幾十萬幾十萬 沒關係 你講 我們不可以把店賣 是 今天如果你的錢要給你兒子 一次300萬 你去銀行跟你兒子 現金300萬 也沒有關係 你聽好嗎 是 當季而已 對 我當季300萬 你說你要做什麼 我借我兒子去投資 這樣也可以嗎 這樣也可以 這根本我的層次給你登記 銀行超過五十萬登記 我只要做六十萬 我一個還僱 我借三百萬出來 這要借我兒子去投資 登記 這樣僱就要 你是怎樣 你是怎麼 你是怎麼不要登記 就要做五六百七八百去領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給民間 我們坐車回來人家說 我們把你們這個都很好 你看我沒那麼衰 我坐高鐵回來 坐小鑑鑑一個年輕人說 議員你們這個民意代表都很好 你看這樣有牌嗎 但村長 有人告發陳明文 這分次提領三百萬 恐涉及這個特殊洗錢 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法務部的官網裡面 就有寫到一篇東西 最後裡面就寫說 你如果是分次提領的話 可能觸及這個洗錢防治法 第十五條的特殊洗錢罪 可是今天我們卻聽到的是什麼 法務部次長 他可是管法務部的 蔡壁仲 當然也是陳明文 他本身御用的大律師 他說很多人都是在分次提領 也是在規避通報 這有點像什麼案子 就有點像說 現在有人闖了紅燈 結果你被抓到了 你卻說你看 別人都闖紅燈 為什麼你不抓 你看這個地是怎樣 這個高鐵不會穿著的三百萬 你如果是真正 我說這也不是不管理 依照我們的情義長 王金平 對不對 他的秘書 不是跟我們因為在 替高鐵頂樓裡 在高錢 涉嫌賄賂 這個 不然為什麼三百萬現金 要帶高鐵頂樓 我怎麼想就想 做生意 你偏人也不做過生意 做生意你要拆工 你偏人要買這些東西 要用現金 你拜託 你三百萬現金 你能買多少東西 你是開土地 你如果帶三百萬的成果 你如果開土地我就相信 開土地去買東西拆工 你坐高鐵你帶三百萬 是要怎麼拆工 你要買多少東西 你是要開珍珠店 珍珠奶茶店而已 你是要買多少東西 三百萬你是一會這樣摸摸摸的 一會這樣摸摸的可能 還不用三百萬 你坐高鐵你是要怎麼拆工 不合理 你就是因為不合理 說不出現在 你不知道要消失兩天 兩天消失完之後 一出來民進黨一向就是這樣 是的 不好意思 民進黨一向如果是出海之間 大家都會整個這樣 你就像全黨叫吳英靈一個人 全黨叫吳英靈一個人 全黨叫吳英靈一個人 一一二四 全黨都不會掉 這邊也是一樣 全黨都在唱歌陳明文 跟法務部的處理紀元 就出來說這個真正是歐羅募桌 這樣 這個未聽到真正的大師兄 現在這個意思就什麼 你現在法務部次長拆逼中 你的意思就代表說 現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都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不抓 不然這好像在教我們 警察在教我們 教我們說你現在去找的車 你如果是開車 冠軍坐到後面 頭前換人坐這樣 不然就是說你冠軍把車插在旁邊 人家在睡這樣 警察如果說我沒有開車 我在睡 你洗錢房子中心的辦公室主任 這個洗錢房子就是50萬 你就是要通報而已 你50萬通報前 結果你能把分批這樣 你裡面也有明文規定 有明文規定說 這個分批分次這也是一樣 你自己一個洗錢房子中心的主任 你可以出來說 很多人也是都用這樣的方式 在那個圍櫃 然後在簽票法務部的這個標誌 你現在是做法務部的處長 在告老百姓這樣犯罪就對了 我看你這個法務部長你要下來 我告訴你這個法務部長 不過我民進黨在執政 如果這個法務民進黨定的 所以說他們這樣覺得可以 包括我們這個陳明文 含張娃館 他知道說他已經 什麼已經他的官司處理好了 官司用處理的 沒辦法你就知道處理好了